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参加演员的胡左胡右 非常高兴和袁老师一起聊聊王氏之词 胡左胡右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又来这儿跟大家交流 我今天也特别激动 因为王老师是我求学过程当中 对我产生非常大影响的一位学者 哪里哪里 谢谢 我今天很有幸能跟王老师在这儿去做交流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石景谦吧 因为上一次我跟王敌老师聊微观历史写作的时候 当时其实我们那一期里面没有提到石景谦 但后来其实我在最近准备 王氏之死这部书的提纲的时候 我才发现这本书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 美国研究中国话题里面 有可能是最早的一部 从微观历史角度做的这样一个研究作品 所以我想先请两位来谈一谈石景谦的作品 因为他在过去十来年当中 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高的 也过去经常被人谈论 那分别来谈一谈自己对于石景谦整体作品的一个看法 以及这本书在石景谦的研究当中所处的一个位置 石景谦说实话 他的研究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 其实我也给他见过几次面 后来我到澳大的时候 我还安排他到我们澳大来做讲座 结果以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没有来成 我在美国特杰斯A&M教书的时候 他也来过我们学校做过讲座 所以说见过他几次 但是他主要是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可以说是几乎读过他的所有的著作 而且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 我也用过他的书作为本科生的课外阅读的教材 所以说他的书的话不仅仅是对我们研究者 也就是说对美国西方的这些一般的读者的话 了解中国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 JET文化 那个时候我就想考察一下到底对于普通民众的研究有多少 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90年代 但是我才发现能够依据的这种 关于中国农民下层人 普通人大众文化 这些研究几乎没有 所以说石井前的王氏只是可以说是最早的涉及到 在一个偏远乡村的一个妇女的研究 所以他不仅仅是在内容上 也在方法上给我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怎样在没有多少资料的情况下 能够完成一个研究项目 这个是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地方 因为王老师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那可能就是进入石井前是一个学术上的脉络 但我其实是因为是石井前的读者 我记得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正好是本科大概二三年级的时候吧 就是那好像是石井前的书第一次系统的引进国内 就是他的一整套文集 当时他也有十几本都引进国内 那我觉得大概我世纪初的时候 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的人物社会科学界 我觉得有一个热衷的主题之一 就是我们要发现社会经验 然后要重塑社会经验 当时其实也不只是学术界有这样的写法 包括当时的新闻界 包括当时的报告文学 甚至是文学作家本身 其实这是一个共识 因为大家觉得要从过于宏大的历史叙述里面解脱出来 那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读人类学 那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 就是你要建立对经验本身的认识 然后掌握呈现经验的方法 所以当时我在书店里 大家看到石井前以后就非常的喜欢 王老师刚才讲了 因为他是从研究者的角度 从同行的角度 他可能在读这个石井前的著作的过程里面 可能是比如循序渐进的 我记得好像我第一本书读的 反而是张黛的那本书 就是我其实不是 并不是按照一个所谓他的这个研究的顺序 或者说他的这种著作本身的分量来读的 那我接触王室之死 其实反而是比较晚的 也就是说我是很晚 才读到他这个比较早的书 但是当时给我的振动非常大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 第一感觉就是我没想到 就是说原来一个历史书可以这样写 因为我之前早就知道 石井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这个可能你看他一两本书 就应该有概念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说 他自己敢于在材料的使用 包括框架的搭建 包括框架的搭建 包括我觉得王室之死 可能是在他整体的作品里面 比较少见的一本 他的情感色彩是非常重的一本书 其实这方面我跟袁长根老师是一样的 就是我最早读的石井前作品 也是张代的那个《前朝梦义》 之后才去读他其他的作品 甚至发现他还有一些 这个关注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些作品 但如果我们去看石井前 很多作品的那些关注的对象 康熙也好 包括像《立马斗》 包括像这个洪秀全 以及毛泽东或者说张代 这样的一些人物 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好像是石井前作品 其他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 但是王室之死 恰恰他关注的是一个大历史当中 非常无名的一位村妇 他的死亡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在 石井前的整个的创作和研究 对象当中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 其实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是1991年到美国的去读书 我记得那个时候 石井前的著作在美国就非常流行 不管是本科生的课 还是研究生的课都要读他的书 为什么在美国教中国历史的教授 喜欢把石井前的书介绍给学生呢 因为老师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要让学生完成他们的阅读 首先这本书要好看 特别是在对本科生的那种过程 那么石井前的书 虽然是王氏之史和其他的 包括康熙啊 这个书是在研究对象上 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它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特别好看 特别有故事 特别容易读 而且没有很多深奥的理论分析框架 他的书甚至也不符合 我们一般的学术写作的那种格式 先要来个道研 然后最后有有结论 石井前的书完全没有 自始至终是一种历史的叙事 从故事开始 从故事结束 包括这个王氏之史 大家就看到 这个案子一审完 处理一结束 这本书就结束了 所以他的这种学法 我记得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在修科的时候 老师都说 石井前现在是大家 他可以按照他的喜欢的风格 但是作为学位论文 那一定不能按这种写法 后来我这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一点 你要写博士论文 或者写其他的正式的论文 或者是学术专注 要拿来评职呈等等等等 首先的符合一般的 这个西方的这种学术专注的写法 但是呢 非常奇特的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黄仁宇 黄仁宇的书 其实他的万历十五年 看得出来 其实也有点 施景谦的风格 他在万历十五年 讲述的那种故事 那种叙事手法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一直在西方 特别是美国得不到承认 但是施景谦完全不一样 他的书一本一本的出版 一本一本的成为畅销书 包括他的那本教科书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就是追寻现在中国 那本书其实是相当专的 但是在美国居然成了畅销书 而且是在纽约时报的 畅销书宝上 也列了好长的时间 所以说施景谦 一直都得到美国史学家的承认 后来还担任过 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 其实在研究中国史的 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 不多只有几位 他前面有 就是费正清 他也就是这个施景谦 后来有彭木兰 反正不多的 就这么三四位 也就是说施景谦不仅仅是受到 研究中国历史的 历史学家的承认 而且得到美国历史学家的 广泛的承认 也就是他这个学法 大家是认可的 那么我就在想 为什么会得到认可 其实我到美国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们在上讨论课的时候 我们所阅读的书啊 其实在美国这个历史学家 还是非常推崇那种 能讲故事的 能做历史叙事的 所以说我觉得施景谦的书 能够得到承认 可以说是和他的 这种写着方式非常有关 在我看来 他可能是在西方历史学家里边 能够把中国历史讲给西方人听的 很少的那种历史学家 就王老师 你这一点其实解答了我一个长期的疑惑 因为过去我们这一代人 读到施景谦的时候 很快就开始读到中国的书评上 对于施景谦作品的批评 包括现在好多都有批评 其实我再补充一句 其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当施景谦用他这种风格 来写中国历史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是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在西方啊 正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特别流行的时候 要用理论的分析 理论的框架 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应该算是一个不是主流 他是更贴近于文学 但是现在看来 又经过了 你看多少 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 其实我们来看施景谦 其实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是 包括像汪荣祖 包括据说是钱中书 当年都批评过施景谦的作品 很多人会认为施景谦的作品 其实缺乏那些 对于历史的一些分析 或者说理论框架 王老师也介绍过了 那个施景谦当时应该是04年到05年 他曾经担任过这个美国历史学会的一个主席 而且他的一个影响力 似乎也是在美国正经的这个历史学界 又是备受承认的 所以刚刚我觉得王老师那段 能够部分解答我这部分的长期的一个疑问 刚才我觉得王老师提醒的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 就是对施景谦的批评的问题 我自己比如说用我稍微熟悉的人类学做一个类比 就是其实人类学大概也有一段时间 是跟王老师讲历史学非常像 就是他很强调 比如说人类学要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吸收 包括你怎么用当时最先进的理论 去改造我们对于经验世界的这种呈现 但是我自己一个阅读的感受是说进入新世纪以后 尤其是到2010年代以后呢 就是西方学术界当中对于民族制的推崇 或者说对于人类学的作品的推崇 当然除了有一部分是比如说你能提出新的问题啊 你能引入新的理论啊 你能发现新的领域 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但是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作品是 好像你从理论或者说从问题上讲 他没有做太多的贡献 可是他的呈现方式本身非常的精彩 就是这种精彩的本身不是我们以前讲的 比如人类学家讲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或者发现了很有意思的经验 不是这么简单 他喜欢强调的是说你除了交代清楚 这个问题的发生的一些具体的这个细节 包括社会的背景之外呢 他很强调的是你通过写作呢 能够让读者进入到那个情感的场域当中 就是读者被感染了 我差不多反正石英谦翻译过来的所有作品 我可能也都看过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在所有的这些作品里面 王室之死给我的冲击感是最大的 因为他突然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按照石英谦写的这个王室之死 这个历史阶段 如果你看大历史的叙述的话 那正好是中国一个算得上一个盛世的开始 因为康熙年间嘛 这个好像整个文明史的叙述 大历史的叙述里面 觉得那是一个比较蒸蒸日上的 或者说向着光明 向着繁荣的角度去发染的 可是实际上你在日常生活世界 你在真正的地方世界当中的感受 可能是非常绝望的 我觉得我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的 最大的感觉就是 他唤醒了我很多的问题意识 比如你为什么要去进入到经验世界 比如你在经验世界当中 你找到的到底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 或者是启示 还是你提示读者注意说 OK就是我们的历史也好 我们的生活也好 其实是有着非常丰富 或者说有些时候是很残酷的面向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 我阅读石英谦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王室之死本身非常的特别 或许我自己其实有一个猜测 我不知道王老师 怎么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学者的发展而言 那个时候因为是70年代 也是他比较学术 大概青壮年的时期 我觉得可能这种实验性 或者是包括这种情感的力量 也跟他当时还处于这种上升期 其实还是中青年学者的 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其实我的理解是说 他可能想要传递出一种 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 或者说他理解中国 他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我补充一句 这个王室之死 他的独特性 今天看来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微观历史写作的最早的范例 你想想在他英文版出的时候 是1978年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卡罗金森堡 这个纳杜里 这类的书翻译成英文 但是他的这本书实实在在地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就是一个我觉得围观史的先驱 尽管这个研究的资料这么缺乏 但是他想了很多办法去弥补这种资料的建议 包括刚才袁安老师也都提到的 就是用文学用在这个史学研究里边 而且他还从其他的边缘资料 什么地方字啊 这个回忆啊 以及其他的研究作品 来建立乡村社会 而且是17世纪前期的 那个时候资料本来就少 更不要说是这个山东乡村的一个贫穷地区的 谭城这样一个地方 而且施景谦他也说过 这个谭城其实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出现 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大事情 你看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意识到 在没有大人物的地方 在没有大事件的地方 但是仍然能够了解中国 这本书其实篇幅不大 总共只有五张 然后这个字数也不多 但是呢 其实你仔细读 它涉及到好多细节 比如寡妇这样生成的 农民怎样去交税 这些东西 你看过去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因为这个税嘛 就是一年交一次完了 结果是 他描述的是 这个一年要交差不多九次税 除了这个英历的11月12月1月 这三个月是过年期间 而且特别冷的时候不交税 其他的都是分开 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 因为农民没有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税交足 那么就靠这个零星的这样交 还有这个发生了案件 怎么处理 牙抑在地方扮演什么角色 等等的等等的 好多细节 好多故事 但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很少注意这个方面 所以他这种注重细节 其实就是后来写维观史特别注重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特别的提到 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只是 从他的书中间只看到故事 只看到描述 其实你看他的书后面的他真影的资料 无论是这个中文的原始资料 还是英文的资料 其实都非常丰富 而且吸取了当时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包括这个肖公权的这个乡村中国 这个19世纪的帝国控制 还包括何炳帝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等等 这些也吸引在中间 所以好多以为他讲故事 好像里面就没有他的史学观 史学认识史学分析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因为是按传统的那种 我们经常读到的史学著作 去要求他 去批评他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写作方式 恰恰是能够把专业的史学问题 带给了普通的肚子 这个就是他特殊的贡献 是 那听到这儿 我觉得我们听众可能没读过这本书的 还不知道这本书的王室之死 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他整个故事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复杂 甚至你如果去翻这本书 可能要翻了接近一百页才能看到 这个故事的一个主题才出场 而且很快事情就结束掉了 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过程 甚至我觉得他可能都称不上一个奇案 尤其是跟那些晚清的奇案相比的话 袁长庚老师 就是你来向我们的听众 大致的用你的语言 稍微讲一讲王室之死的 这个主体的这个故事 这个山东的这样的一个妇女 王室 她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或者说一个很简单的案件 那么他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说王室呢 就是据石井前推测 大概他可能很小的时候 就被卖给了一个男性 去做他的这个妻子 但是这个男的呢 不是特别能挣钱 所以家里的生活过的 也都非常的一般 而且石井前推测说 就是王室的生活的世界里面 可能相对而言比较的单调 或者比较无聊 可能好像只有一个邻居家 会叫他婶婶的一个小女孩 大概就是他的 这个比较核心的社交的网络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1671年的时候 他跟别人私奔了 就是整个 其实我们也没有材料 或者说也没有具体的这个证据 去表明说整个私奔的过程 那石井前在书里面呢 猜想了一个他可能的私奔的路线 他本来是可能是想跟着这个男人跑 但是呢实际上他跟着私奔的这个人呢 应该也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强 或者说特别有手段的人 所以呢他出去了一阵以后呢 可能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他在外面待不下去了 所以他又回到了 原来跟他自己丈夫生活的这个村子 他藏在村口的一个道观里 结果有一天呢就邻居来上乡 发现了他道观里面藏着他这个事情 然后呢就把这个事回去在村子里面说了 就是这是个很大的丑闻 所以他丈夫就找上门来 包括呢还跟这个当时发现的这个邻居 产生了冲突 然后这个邻居可能是一个很强的人 然后就把他丈夫打了 所以他丈夫呢一直怀恨在心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老婆 也就是王氏接回来以后呢 也就是在一个大雪之夜 就把他掐死在床上了 那么这个丈夫呢实际上 他狠奴的地方除了掐死之外呢 他想把这个事嫁祸给那个 撞见这个事情的邻居 所以他本来想的呢 是这个抱着这个尸体 把他扔到这家人的门口 就等于说是陷害到这个 发现这件事的人 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 他遇到这个打惊的这个队伍 所以呢他慌慌张张的 就把这个尸体就丢在了雪地里 然后石井前还用了一个 很文学式的写法 他说因为天比较冷嘛 所以可能在第二天 人们发现王氏的尸体的时候 就是他的脸颊还有一些红色 所以整个来说呢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审判的过程也很简单 也就是在黄六红写的这个回忆录里 他就是那县令 对他是县令 他发现说这个可能有问题 不是一个自然死亡 最后呢大概就很容易 因为你想这个传统年代 一个农夫 他不可能在晚上接触其他人 所以当然就找到他丈夫 然后就把他丈夫审问之内 他丈夫也招供了 那最后可能这个比较唏嘘的是说呢 这个黄六红也记录了 他考虑到这个丈夫的是家中的独子 他还有一个老父亲 所以呢就等于说呢 就是他在认定了这个犯罪事实之后呢 其实判的是非常轻的 大概就是两年的这个牢狱 就是还是留了他一条性命 让他回来能够继续 这个做家里的儿子去进校 去这个供养自己的老父亲 所以整个这个案件其实是很简单的 所以就是石景天能从一个 这样一个小的案件里面 看出一些内容来 包括他决定要写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从一个农夫的这种悲惨 但是呢又在历史材料里面 找不到他的声音 这样一种比较简单的触动出发 然后觉得说这是我们理解 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 这是一个微观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切口 就是从一个小事情出发 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 让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的基本状态 是什么样子呢 这本书啊 虽然名字叫《王室之史》 但是我估计大概 王室的内容应该不到这个书的十分之一 那么大家就会问 他这样瞧不瞧当 他用《王室之史》用作书名 但实际上王室只占了这个书的 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要问这些铺垫需不需要 这本书看起来是很好读 看起来主要还是以历史的叙述 在唐城的各个历史人物 穿插了蒲松林的故事 其实那个蒲松林 他是住在那个支船 离那个唐城也不远 所以其实基本上每一章都可以看得到 蒲松林的描述 而且对蒲松林的生长的那个时代 还有冯火生 他的经历 其实都有机的穿插在一起 你看他第一章在描写这个地震的时候 这种文学性的描述 这个树屋在摇摆 房屋在攀摊 地下水涌出来了 你看像我们过去写史书的时候 不会描写这么详细的 那么下一章呢 又开始描写土地啊 税收啊这些事情 然后第三章呢 描写妇女寡妇 特别是你看他引用的 那个蒲松林那个小说啊 关于细柳的怎样抚养子女 怎样在那个农村社会里边生成 怎样让自己的儿子好好的读书 如果不好好的读书的话 他会采取什么手段 你看这些故事 其实都让我们对那个王室 当时在那个社会中间 所面临的问题的生存 挣扎 贫穷等等 还有地方的暴力啊 第四章基本上就在讨论 地方出现的各种暴力 争斗等等 所以说这些都是为最后那一张铺垫 为我们认识王室为什么会死 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个人的经历 实际上他通过这个铺垫的话 让我们其实从这本书中间理解到 其实王室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 虽然他们所遭遇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困难 可能过有不同 但实际上他们的命运 王室其实代表了后面非常多的千千万万个 这样在农村里边 由于贫穷造成了他们不可摆脱的这种命运 所以这种铺垫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我听起来就阅读这本书的过程 不光是你了解王室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本身 它可能占的这个篇幅 反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 但是你阅读这本书更多更直接的是 你可能真的有一个方式能够去了解 17世纪下半夜这个山东地方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 包括他地方上普通百姓面临的那种困苦的冷峻的 甚至有点凄凉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现实 这个是石景谦他写这本书 他这个材料来源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 大体上来讲的话 他这个材料好像主要就来自于三块 对吧 一个是那个谭城县制 而且谭城县制 他编转的年代恰恰就是1673年左右 他正好跟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 然后第二个资料应该是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县令 黄六红自己的一个算是个人的官场生涯的这么一个回忆录 第三个就是前面提到的 住在兹川县偏北边的普松林 他的大量小说当中 其实是用了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些山东地方的很多的一些材料 所以等于是石景谦是综合了这三方面的材料 然后完成了对于王室之死 他所处那个年代的一个比较微观的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写作 袁老师你的老家也在这附近 我不知道就是你方不方便跟我们的听众大概讲一讲 这个故事王室之死发生的那个年代 山东这个以谭城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他的整个那个社会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能就是没办法讲的特别的符合这个史学的要求 我只能说一点感受 因为我是鲁西南人 那就是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大概有一段时间 大概世纪交接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历史学界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讨论 就是比如说怎么样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问题 对这个讨论是主要是因为之前 义和团在整个这个正统的历史叙事里面 他代表着这个我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 这样一个正义的爱国的运动 那我记得大概世纪之交的时候呢 就有人开始提出相对不同的意见 就觉得他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可能虽然好像是一个受压迫者的起义的故事 但是呢他同时也有暴力的成分啊 排外的成分啊 反西方啊 反现代的成分之类的 所以呢 那最终的落脚点就落在了所谓怎么理解这个暴力这个问题上 我记得好像我读王老师的书 王老师其实推荐过另外一个 美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学者 罗维莲 那罗维莲其实也写过中国地方史当中的暴力问题 包括王老师也推荐过躁动的王魂 就是写这个太平天国的 那我觉得这些书呢 其实包括这个王室之死 我觉得为什么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受冲击 因为我从小呢 就比如说跟家里的长辈 比如说我的祖父一辈 他们是生在民国年间 但是呢是经历过 比如说这个改朝换代这个过程里面 整个乡村秩序的重整 包括像是抗战期间啊 或者是解放战争期间 这个地方社会经历的一些事情 就他们会跟我讲一些 相对而言可能是跟 比如说我在历史书上 读到东西不一样的部分 比如说他们讲这个村庄的这种矛盾的 这种尖锐性啊 对吧 包括说这个可能有些案件的这种残酷程度 复杂程度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大概王室之死 其实刚才王老师讲了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他前面的这个漫长的铺垫 实际是非常之有必要的 否则你就会只会去关注这个事件本身 它是不是个奇案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其实想要做的就是展现 王室这个人本身的这种所谓悲苦的命运 可能王老师是更专业的 可能会过一会儿会谈一些更多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人类学也是做所谓对经验世界的呈现 但是可能跟历史学呢 就是相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人类学的好处之一就是在于 你研究的事情基本上还是现在在发生的 就是你的材料是你只要到田野当中去工作 然后去到那个社区当中去工作 你是可以实时的去发现很多经验的细节的 但是做微观史有一个很大的难处 尤其像中国的历史的这种叙述当中 实际上我们对社会史对社会生活材料的记录是非常匮乏的 有很多的空白 所以即使是你有这个历史的问题的意识 你也很难通过书写去把它再现 通过整个这个所谓规范的史料的运转把它再现 所以其实我觉得石景天其实是做了一个平衡和考量 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讲过 就是你看他的整个的参考书目里面 其实他吸收了大量的当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学者的成果 但是他比如说跟我们一般的学术写作相比的话 他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自己的 比如说核心的引用文献 或者说是OK我就是受他的启示 但为什么他还要看 按照我一个读者的理解 就是他实际上想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整体的氛围 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的一般的面向 比如说不是以世界 不是以王侯将相的这种传奇的人生作为载体 就是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以前在读这个文学研究的时候 很多这个文学批评的学者会说 就是一本书它有它的基础体温 就是以一个时代以后一个作品以后 它有一个基本的温度 或者一个基本的感情色彩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呢 就是他为什么用蒲松林的作品 就是他可能在这三个文本里面 就比如说宪制和这个宪令本身的回忆呢 是偏重于这个事实意义上的参照 但是蒲松林的聊资制意呢 我觉得他想要借用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理解当时老百姓生存的一些基本的情感状况 这两年西方史学界也有这个情感史转向的问题 很多学者对这个有过一些论述 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文字是 就包括史料是不能保留情感的 就史料记载会记录这个事实是什么 然后我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不会记录情感的问题 但是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情感世界再现出来 告诉你当时 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绝望的 还是在一个充满希望的繁荣的时代 所以就是我个人认为 大家很多对史景天的批评 其实主要就集中在说 这三个材料能不能放在一起 这样一锅炒的这种混用 但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考虑的 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引入蒲松灵 除了所谓蒲松灵去过坛城之外 可能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可能蒲松灵当时作为一个底层 或者是边缘文人 他自己写聊斋志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就是他想假借这些鬼怪之言 把当时人生活的这种 基本的情感状况保留下来 或者呈现出来 这个是在儒家一般的知识分子的传动里面 也不是特别受重视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一个历史读者的角度来考虑 我可能不会去太在乎 比如说从方法道的角度 到底能不能这样使用 能不能这样写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石影前的这个策略 本身非常成功的 帮我们再现了当时王室 生活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基本的状况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对这三个资料 当然那个弹城限制使用在历史著作中间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甚至那个用回忆录像黄六红的符绘权书 这些史学界也是经常引用这类的资料 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在史学界争论最大的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使用了大量聊在自己中间的故事 那么怎样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受到史学界的诟病 特别是你想想 我们过去在学历史的时候 特别强调资料的真实性 所以老师反复的强调 如果你搞到了档案 你就找到了历史 或者你找到了官方的文献 你就找到了历史 你找到了日记 或者其他这个过程记录 找到了历史 但是施景谦 他在那个上世纪70年代 能够大胆的使用蒲松林的鬼怪故事 我觉得这个恰好证明了他的独特的眼力 当然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 他使用蒲松林可能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他要展示的这个王氏之史 他所能依据的直接的资料是非常之少 那么非常之少 刚才袁老师也说了 这个谭城县制和福汇全书黄六红的回忆录 他中间提供的那些只是历史的事实 但是你要了解当时的文化 日常生活 特别是人们的感情心态 从谭城县制和福汇全书里面都是找不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些他引用的蒲松林 当然也可以商榷 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地域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蒲松林所生活的那种 资川刚好就是在谭城的旁边 基本上他的那种地域文化生态和谭城是相近的 而且蒲松林也几乎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其实我在好多场合我都讲了这个问题 不在于文学资料能不能使用 关键是什么样的文学资料 实际上我一般不赞同 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写的古代的文学作品 写的古代的历史故事 我们把这种故事拿来作为历史资料 我觉得是不对的 我也不赞同这样的使用 因为那个作者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 但是如果一个文学一个写作者 他的小说他的文学作品 描写的是他生活的时代 而就像那个路遥写这个平凡的世界 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是生活过的 所以像这种文学作品 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拿来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 但是这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写实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 可能大家也能接受 但问题在于蒲松林的聊斋式鬼故事 那么怎样认识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石景谦也是非常注意的 虽然是鬼的故事 但是他后面的 比如说农村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种所发生的在这个青年男女身上的事情等等等等 这些糾锅 其实是有他的现实生活的原本的 而且我也反对说 只要我们找到了档案 我们找到了官方文献 那就是历史 其实那离真实的历史仍然差得非常之远 我曾经还说过 并不见得所谓的档案 所谓的官方文献 它里边的真实性就比文学作品更多 所以说至少我们来看这个聊斋 把它这个鬼怪故事的这部分把它去掉 我们来看它的这种社会的背景 政治的背景 其实这些是胡宋林 他从他的生活中间得来的 通过他的调查 通过乡老的谈话 收集的这种民间故事 其实是从相当程度上来说 甚至我还认为 甚至比官方的文献中间 所表现的当时的社会更准确 比如说你看 这本书也涉及到满洲的征服 施景前也提到这种残酷性 掠夺屠杀 但是施景前专门提到 这些东西在谈成限制里边都没有记载 因为这些限制 或者是其他官方文献 他要回避很多事情 而官方也不允许他这样描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像辽灾这样的文学作品 恰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这个恰好是他高明的地方 这个辽灾的使用 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的说 帮他建构了后面大的社会和文化的背景 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 没有这个辽灾 他这本书基本上 说实话 他这本书就不存在了 我可以这样说 真的是 真的是 就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叙事 恰好是这三种资料 有机的把它编织在一起 所以才看到 我们今天还在读 说实话 如果他只用了前两种资料的话 我们今天都不一定读这本书了 完全有可能的 是的 而且应该就是在这个 《王室之死》的第五章里面 引用了好几个聊斋当中的故事 其中提到 蒲松林写过一篇叫《张氏富》 这个故事正好就发生在 应该1674年 而且那还是一个三藩之乱 作为朝廷的官方的军队 要全往南方评判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山东的衍州府 就是在这块休整的时候 结果这些朝廷的兵马 霍霍当地的老百姓 去监巫妇女 其中提到一个 张氏的妇女 很聪明 然后怎么去让自己 在这当中得到保全的 这样一个故事 我觉得尤其你考虑到 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 它其实反映的是 它这个国潮的一个阴暗面 这种的故事 你在证实 或者说当地县制当中 可能确实很难保存下来 但是在聊斋质疑当中 它以这样的一个 笔记小说的形式 却得到了一个保留 对 它因为是鬼怪故事 大家不会注意 它这些故事里边的 反映的历史的真相 如果是 它写的真的是 这个姿村 或者是台湾城的 正式的历史 很可能当时就会被毁掉了 对 而且我看到 因为第五章里面 其实讨论过很多 当地的这些社会记录 以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 刚刚提到这些文献里面 其实它的这个时间线 可以蔓延的非常长 比如说里面出现的一些人物 像一个范寡妇 对吧 它的传记显示 自己在那个应该是1615年 当时那明朝末年的大饥荒的时候 人相识 或者说这个丈夫怎么去买卖妻子 只值数十文钱 然后你去把婴儿 把自己的孩子卖掉 换一两个馒头 这样的一些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记录 保留下来了 这个最后共同完成了 王室之死这个故事 它背后的一个更宏观的 当地的社会背景 这种背景可能能蔓延 一个甲子以上的时间 它其实讲的并不是那几年的事 而是一个可能从17世纪初开始 当地的整个的生态是什么样子 你看还有白连教的一些教徒 对吧 他在坛城当地也有一些发展 然后1643年清军第一次征服他们 然后刚刚提到的是 1674年三藩作乱的时候 政府的军队在当地的一些 残害百姓的故事 对 你看这个故事刚好不是就是 印证了这个布罗戴尔的这种社会史 就是一个中时段的事情 环境是长时段 社会史是中时段 政治变迁是短时段 其实我们要了解 他虽然写王室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短短的时间 但是他要做这种铺垫 那就是要了解社会和文化 就要相对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看得出他的问题出来 才能看得出他的变迁出来 其实前面就提到了 刚刚山东这个坛城 这个县城所处的那个时间段 刚刚列举了一些事实 在那个时期 他经历了一系列非常痛苦的 这样的一些过去 尤其是在这些故事当中 出现的那些年长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一些 更残酷事情的亲历者 其实我想问一下两位 就是坛城本身的这些 社会层面的困顿 它是怎么最终影响到 王室这个案子最终的审理的 因为前面提到了 这个县令最终在 处罚他丈夫的时候 其实没有给他丈夫一个 在我们今天后人看来 合理的一个惩罚 而是算是一个 亲亲放过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跟他大的 这个地区的一个社会性的 一些背景是有直接关联的吗 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个 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观察我们那个地方 比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 像是山东河南 或者是安徽江苏 这几个省的交界地带 也就是以前的黄泛区 或者是这个黄淮平原地区 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很奇怪 比如说它既不是像东北 或者说像是江南呀 或者是像王老师老家 这个川西的这个平原一样 它是所谓一般意义上的 鱼米之乡 它可能因为比如自然条件比较好 就它可能也会遭受一些灾难 或者是战争之类的 但是它恢复很快 可是呢 这个山东的这个鲁西南这一带呢 就是因为它历史上 虽然是一个农耕文化 很发达的这么一个地区 但是它的生产力 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强 也就是说呢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你比如说 它不管是遭受自然灾害 还是社会冲击 它恢复的速度非常慢 因为呢 第一个是它这个地方人口稠密 但是呢 其实它的土地的条块化非常严重 就是因为它有丘陵的这个切割 而且呢 不是说有太多的适合耕种的这个土地 像我老家那一带呢 如果你种些果树之类的 它可能有个十年的 或者是五年十年的 这种发展的话 它可能会慢慢的形成一个小的产业 但是呢 你种粮食 它的产量 其实一直到新中国建国以后 它的产量啊 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品质什么的 其实一直都很有限 其实像我父亲 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呢 都有这种印象 就是你比如说 今年我们如果是受到政策 或者是这个天灾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可能往下三五年 才能够恢复过来 那如果你想象 如果是有大的像王朝更迭 或者是像战争这种 那你就更能想象 对当地的这种破坏力 所以其实呢 为什么刚才 我觉得这个补充是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他如果说王室 是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 其实像檀城这样的地方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借用 黄仁宇先生写那个万里十五年啊 是什么 他的副标题啊 是就没有什么特殊事情发生的一年 那好像像檀城这样的地方 在中国历史上 就他也是没什么大的事件发生的地方 那所以呢 其实你在理解中国历史变迁的时候 你有时候可能就会忘掉这些区域 所以他其实虽然是帝国的 好像你不能说山东是个府地 或者是边缘 他肯定是这个帝国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地带 而且是一个所谓像儒家文化呀 这些东西就是最发达的一些地方 但是实际上从他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 你可以说他是不理想的 好像这几年像马军亚老师 他们写这个被牺牲的局部 对对对 其实也是这个区域附近 这个四省交界这个地带 所以呢 其实你看包括这个县令的这个判决也是 我觉得呢 他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他理解这个社会本身的这个脆弱性 就是你确实是你要杀掉这个儿子 好像在他们看来 就是这个老人就完蛋了 因为这个社会 他没有一个相应的 比如说去弥补这个家庭内部的劳动力 或者是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包括其实实际签在书里面 其实写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的基层社会 像是农村基本上已经失去了 所有的这个正式制度保护的能力 就是他最后没办法只能动用私刑 就是他里面写了一些这个乡村的强人 这些强人本身很有正义感 然后呢是靠这些人去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 我觉得石井签大概选择王室之死 可能跟他所在的这个区域是有关系的 从这一点上讲呢 也充分证明确实石井签非常有前瞻性 就是他不光是通过微观时 找到了人物或者是事件本身的切入点 他也发现了在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当中 没有被纳入的区域 就这个区域本身 大家就对他是没有兴趣 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考虑的 所以呢可以说是人 是地 多重的要素结合起来 就是彻底的这是一个没有进入到 以前的历史研究视野当中的这么一个话题 但是呢就是通过王室之死 我们不但看到了小人物 一个女性的悲剧 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的重要的是背后 就是这个地方的状态 可能是以前没有注意过的 但是呢与此同时的我们也要想 就是可能如果说我们从整个范围上来看的话 可能在帝国时期 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 好像是跟王室的家乡是更相似的 那些真正意义上讲 比如说富裕的 或者是他地方秩序非常有韧性 对吧 然后能够跟帝国 能够跟这个国家机器做出互动和协调的 可能大概只有一些区域 就像中原地带大量的地区 可能是类似于王室生活的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而言的就是 石景谦其实提醒我们注意一下 谈成这样的区域 其实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判决的结果啊 其实反映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这个最后的判决 讲到黄六红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怎样惩罚 当然这个王室他是通奸在前 当然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呢 这个妻子杀死了 要受到惩罚 至少要就是占 占多少 有占80 有占100 他就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 他就去了解 其实好的有的犯人被打了30下以后 就基本上就死掉了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丈夫这个人猛 他还有老爹在 如果是他一下受不住这个打板子的话 可能死掉了 那他的老父亲怎么抚养 还有怎样掩埋这个王室 虽然王室有错 十字奔 但是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他的判决还是有一定的人情 他就说 要让他的孤独的灵魂得以平静 所以他还批了十两银子 来给他办这个三室 买棺材 他就说过去的案例啊 最多给三两银子 但是这个事情呢 给十两银子 但是呢 黄六红自己也没有这个预算啊 他就要求他的邻居 而且这个邻居是被诬陷 杀死了王室 要求这个诬陷 那谁叫你有错在先呢 对吧 就刚才那个袁老师也提到 他在那个道馆里边 曾经打过这个认识一耳光 那么他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要求他出这个银子 那么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其实这个后面啊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想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我们在读这个判决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得更多 我们只认为可能这个是黄六红的一个个人的考虑 其实后来大概在世纪之交吧 2000年代那个黄宗志 贝特弗黄他在研究中国的这种法律史的时候 就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 就说啊 其实之前在审判的时候 不仅仅是根据这个清律 当然清朝的这种法律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犯了什么罪 该打多少板子 或者是流放 或者是处于死刑等等 都有具体的规定 但是呢 黄仲志在他的研究中间 他就指出啊 其实在清代在进行 之前在审判的时候 经常考虑到人情的问题 而且是普遍存在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黄六红的判决中间 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这对我们理解清代的法律 地方审判 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的作用 嗯 对 刚刚袁老师其实提出的 王氏之死这个案子 以及他所处的这个山东 谈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风貌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黄泛区 对吧 他唐宋以后 尤其是明清时代 淮北的整个的社会的溃败 就是百姓命悬一线 家庭关系变得特别脆弱的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当中 是不是也确实是 有一个这样互相映衬的关系 因为我之前真的还没有想到过 这本书完全可以跟马俊亚的那本 被牺牲的局部 可以来对照着读 因为王老师 你过去研究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历史 以及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地下社会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去看待 最近的一些学术研究 他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 中国的这个类似像黄泛区 也就所谓的这个失序社会 崩溃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当中 对 虽然我没有研究过黄泛区 但是确实在最近几十年 我们在研究社会 研究政治运动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到 它后面的生态 比如说我前几个月完成的 这个刨哥的第一卷 其实我大概有四章都在写 在这个地方社会 大量的这种下层人 为了逃避清政府的统治 实际上我这个也是 基本上回应了 那个James Scott的 逃避这个统治的艺术 那本书里边所提出来的观点 也就是他们逃避国家的压迫 特别是在四川 湖北 湖南这些地区 他们往哪里逃呢 他们就往那八三老林 八三老林就是四川和陕西交界 和湖北交界的那些原始森林里边 他们到了原始森林里边进行开墾 在那里种红薯 在那里生存 就这样一部分人 实际上他们能够长期 在那个地方生存下去 就是因为那个特殊的环境 特别有意思的 比如说 首先他们逃脱是为了不交税 但是这个根据James Scott的理论 包括比如说像成都平原 这些总道的地方 官府非常容易的去估计你的收获量 根据你的收获量来进行征税 但是他说啊 这些逃进了深山老林的这些人 即使官府能够进入到这个森林里边去 但是他们种的这种红薯 经常是在地下 而地下的这些粮食的话 官府就没办法控制 甚至这种可以在地下埋藏好几个月 这样一批人 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他的那种环境 其实这种逃避统治的艺术 然后反抗国家 这样一种形式 除了这个清代 这个淘尽原始森林 其实我们看到这共产革命也是这么一回事情 当时为什么这个毛泽东要带队伍上井冈山 后来又到了延安 其实这个都是在地理上能够这个自给自足 这个远离国家的这种暴力 那么这样是去生成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 就是越来越关注所相应的那种生态 把生态和社会和革命运动 把它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某种时候当中这些地区 也都是具备很强烈这种边缘社会的这个特征 对 边缘人群 所以说研究边缘人群 现在也是最近几十年比较受到关注的 袁老师你有什么想法吗 关于刚刚 对 我觉得因为我看王帝老师写袍哥呀 或者是写这个边缘社会的一些书啊 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在想一个事情 你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 过去这十几年也在争论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中国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一个 可以对应为西方从15世纪以来的 这个一个叫做所谓叫做社会的东西 那有很多的学者呢 是认为讲说中国社会的基本的状况 跟西方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 就比如说家族啊 或者是像地主对地方的控制之类的 他们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题目 我确实觉得非常有意思一点是说 我可以举个小例子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 就我们两人老家离得非常近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就他所在的那个县呢 是一个经济上发展非常快的县 大概就全国百强县的那种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农村的基础的社会服务 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管了 就是虽然说有这个村集体啊 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组织 但已经没人管了 比如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村子里面垃圾没有人问了 这个就是不管用尽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他们也跟村委会谈过 然后村委会也跟这个村民宣传 就是大家不要乱人垃圾啊 自己的村子要自己爱护之类的 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可是呢他跟我讲的一个事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他旁边的一个村 情况就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村子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黑恶势力 这个人呢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 所以他就很看不上这些在村子里面扔垃圾啊 或者是因为农村有一个问题 说就有些这个城市里的人 他这个城市的社群 城中村之类的 他有时候会偷这把垃圾往农村扔之类的 然后所以他就自己动员起来 他这些小弟们 就说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他在村子里面就说 我现在决定了啊 大家不能再扔垃圾 然后我们就画出几个地方来 只能确认在扔 你敢再乱扔 我就打你 然后呢他自己呢 就是组织了一个力量 然后呢就守在村口 那外面的人也不能来扔垃圾 就是这个村子里垃圾这个事情 是被这样一个人给解决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其实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中国史里面 争论了很多年 就是中国帝国时期 到底皇权能不能下线呀 能不能进村啊 这样的问题 但其实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对秩序的理解 还是太简单了 觉得秩序基本上就是分为一个 国家的法律的和政治秩序 和这个所谓的乡绅的 这种儒家文化的日常生活的秩序 但是你可能忽视了很多事情 就比如说在整个社会当中 其实有不同的群体 有这个主流的人群 也有边缘的人群 有些地方是比如说像江南呀 或者是甚至是成都 这样一些地方 就是它可能是理智教化 和整个国家行政力量 比较健全的地区 也有很多就是像谭城这种地方 就整个的国家力量非常弱 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实质性的 干预日常生活 那这个时候 它就有很多的其他的 这种补充性的力量 而且这种补充性的力量 未必是符合我们以前想象的 就好比说觉得好像 儒家思想是一个自上而下 都很统一的作为一个处理原则 这个不一定 只能说是日常生活的秩序 非常复杂 就是有些时候一些意志性的力量 或者说你看上去就觉得 它是一个不入流的东西 但是它可以促成很多的 这个事情的发生 刚才袁老师提到的 这个正统对这个乡村社会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其实在西方学术界 也存在着争论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啊 这个中国的正统的儒家的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 统一的文化 就是儒家文化 这种儒家文化能够贯穿 从城市贯穿到乡村 哪怕乡村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走街串巷的 这些细班子 实际上他们也接受了 这种儒家正统 但是呢 另外一些学者就不赞同 认为实际上 这个儒家正统的话 其实只是对这个 一种中心地带 特别是在离关附近的地带 一些大城市 省会城市 这些发生影响 真的在遥远的乡村的话 其实好多就是这种 各种大众文化的存在 大众宗教的存在 但是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同时存在的 就是在乡村社会 存在着一定的自主权 就是国家并没有完全的能力 能够把他们的文化影响 意识形态的影响 渗入到这个乡村社会 你看我们在茶馆里面 去听评书 去这个戏园里面听戏 其实这个灌输的 都是什么忠孝礼艺啊 包括你像这个山国演艺啊 瓦钢寨啊 水虎啊这些 其实它的这种 官方的那种正统 也存在于这种 大众文化的这种讲述之中 包括这些评书 其实都是在对民众进行 某种形式的宣传 其实从这个王室之史 我们也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看不到皇帝的角色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 你看康熙颁发十六条圣域 这些圣域对这个乡村社会 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集市的时候 就要叫人去讲 但是呢农村社会里面 其实相当的自主性 所以才有了百年教 到了这个十九世纪末 才有了义活泉等等的 其实这些都是 乡村社会中间 拒绝接受这种 如家正统的一些 很具体的例子 所以说其实就是 两种现象都存在 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实际上要看到这两方面 并不是 并不要去回避国家的 这种影响力 但是呢也不易 夸大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你看我们去看那个 费小通的这个乡土中国啊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种地方 是深的对地方控制的这种能力 其实还非常之强的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呢 又说 过去我们有以为 就刚才袁老师也提到 黄泉不下线 对吧 有的学者已经研究了 其实黄泉是能够下线的 但是呢 这种黄泉下线的话 根据我的这个阅读和思考 并不能改变这个费小通所说的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 其实是一种这个四层社会 最后我想来聊一个 就是前面两位老师都提到过 石景谦在这本书 王室之死这个作品当中 其实倾注了很多 个人的非常感性化的描述 基本就等于是在写小说 对吧 是在创作 说实话 里面有一部分内容 我看了非常感动 其实就是第五章里面 写到王室被他的那个丈夫 任某掐死之前 做的一个梦 用非常文学化的描述 非常感性的手法 去描述王室在那个梦境当中 看到的很多的这些事情 文字特别优美 如果不是这段描述真的太长了 我真的还挺想在这个节目里面 给听众读一遍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待 这段描述 因为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段给我强烈的震撼 你能够感受到一个 美国的历史学者 对一个17世纪中国山东 谭城被杀死的一个妇女 她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同情在里面 甚至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 你们会怎么去看待 这样的一段描写 以及石景谦 他一定也意识得到 这已经完全背离了 所谓的这个历史研究了 对 正好这个 讲到这个梦的问题 其实呢 我跟学生的读书会上 也谈了一个这样的 有点类似的问题 因为最近的人类学呢 有很多的作品研究 这个人的梦的问题 不是研究做梦 是研究 就比如说大家把梦重述 然后把这个梦当成是 比如我做事情的一个缘由 或者是我 我自己对世人的一些解释 是跟这个梦相联系的 那我想就比如说 在我们传统意义上讲 其实不只是历史学了 就是所有的这个人文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 其实都不会觉得像梦这种材料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 因为第一个它太松散 里面又没有什么结构 而且非常的个体 非常主观化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像这样的部分 大概就比如说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 他觉得用这个梦去判断一下 你的内心的被压抑的状况的时候 才会使用像梦之类的这样的材料 但是呢 最近几年呢 人类学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因为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学者呢 在不同的社会 在不同的背景里面都会发现 就是人们来用梦 当作是一个讨论的一个起点 所以呢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老师们也提到过 像是汪荣佐啊 或者是钱忠硕啊 可能对这个石井签不满意的地方 也是觉得他 好像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是不是离我们想要得到的那种客观的 或者说是比较老靠的知识 和历史当中的这个教训太远了 但是呢 我最近阅读的一些东西呢 他提出另外一个看法 就比如说 很多学者会认为 为什么我们会回到这个梦境啊 就是他们有些人都会认为 可能梦境在某种意义上讲 事实上是比文字更准确的 这个准确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文字 其实我们不会夸大文字 本身可以传递的信息 而且呢 就是整个史学的反思和 文化文学理论的反思呢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一直在讲 就书写本身其实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是有很多的遮蔽的 但是呢 梦境或者说梦境当中出现的这些意象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 是比文字要更准确的 因为它时时刻刻呢 带有这个做梦者本身的情绪情感 和他当时想要表达 这些情绪情感本身的这种紧张的 这种利益的关系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噩梦 对吧 你讲给这个周围的朋友或者同事听 很有可能啊 就是这个同事他也不知道 就什么事情引起你做这样的梦 但是他会感觉得到 就是你在这个梦里面 肯定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就是这个梦 可能比如说你二十岁的时候做了 你四十岁的时候讲给另外一个人听 这个人可能别的东西都把握不到 但是他能够把握到你二十岁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种特别激烈的感觉 他能够从中的想要得出一些 比如说对话的可能性 就是里面有些异象 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 就是梦不是一个并争 就比如说我们拿来分析一下自己有什么问题 好像梦其实是我们另外一种表述的方式 就是你其实想让对方知道的 不是说这个事情具体的细节 或者它准确意义上的信息意味着什么 而是你非常想让他理解 就是我被困在一个情感状态里面 我被困在一种非常激烈的想法当中 就是我与其是说我想要让你理解 我这个梦里面具体该怎么解 不如说让你理解 其实当时我是那样一个状态 所以很多的当代的精神分析 和当代的哲学家会认为梦 以及梦中的意象 在某种意义上讲 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更大的想象力 和阐释的可能性 而且我这次读的时候特别注意 就石景天其实这个梦的很多的细节 是来自聊哉之意 就等于说他其实是 这个工作其实在我想象起来 就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他得看完所有的故事以后 然后他还要重新的剪辑成为一个 在王室之死之前的时候 都汇集到这个人的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就是他其实在做这方面的考虑的时候 其实恰恰跟我们一般的批评上 讲觉他太随意 或者是太过于轻易的 就使用这样的材料的意象相反 其实他对于聊哉之意的使用 对于这个梦本身的编织和重现 是下了大量的功夫的 很多地方我注意到 就是可能只是从一个故事里面 选了一个意象 或者是选了一个动作 所以他其实写的这个梦啊 就刚才大家谈的这个梦 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各方面的角度讲 我当时跟这个一朋友们分享的时候 我也说这个梦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描写 而且这个里面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 就是王室之死的命运的这个悲剧性 不只是他最后没有了这条性命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 就是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对他构成保护 他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属于他的是安全的 所以最后他的死 其实是死在自己的床上 是死在跟自己的枕边人的这样一个相处的空间当中 鲁迅讲过 所以历史是吃人的 那他其实吃人的具体的表现 就是比如说在女性这样的边缘群体的身上 就是你是无处可逃 无处可躲 就你本来已经很勇敢的 或者说是非常冲动的离开这个家 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说 你其实在外面是活不下去的 你哪怕是像乞讨或者什么样之类这种事情 可能你都做不了 所以你最后还是你明明知道自己 再如果是再回到丈夫的身边 很有可能是危险的 但是你其实是无路可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本身 其实看上去虽然是非常文学性的 但是石景天其实想通过一个 好像文学性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 就是王室本身生活在一种历史的 强度非常大的暴力当中 而且他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是一个无处可逃的结构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觉得是他想要传递给我们的 就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 除了对编年对于传记的注意之外 要明白就是一般人生活的 那个世界的温度和底色 到底是什么样的 关于这个梦啊 可能就是这本书 正义最大的地方 刚才演员也说了 就像写文学一样 刚才袁老师也说了 实际上这些梦中间的场景 也是从蒲松林的这个尿寨里 全体的各种片段把它拼接在一起 可能很多人都没办法接受 特别是对于历史学家 但是我是接受的 我接受的原因 其实我越来越 我再不断地强调 其实我们写史学就是一种文学 这个海登华特 他在那个Meta History 原始学里面就提到过 我们的其实所有的历史著作 都有潜在的结构 不管是喜剧 悲剧 浪漫剧 讽刺剧 我们任何一种史学著作 其实都可以 它的潜在结构 都是从这四种戏剧中间呈现出来 所以说在海登华特看来 这个文学和历史之间 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觉得施景谦 他在这里用这个王室 就是说最后死之前 把衣服脱了 上这个坎 然后睡去 然后就进入到他的梦境 实际上一方面是丰富了 这本书的这种色彩 这种可逗性 另外一方面 其实更多的就像 这个袁老师所说的 一种悲剧的色彩 你看他在梦中间 是多么的美妙 他的那个魂在这个梦境中间 是自由自在的 但是最让人悲伤的就是 他在这个梦中间 然后他的丈夫 把他掐死了 这种悲剧性的结局 我觉得强化了 就是刚才袁老师说的那种情感 我们过去写历史 存在最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没有人 一个就是没有人情 就让我们的历史著作变得冷冰冰的了 你看在施景谦 在半个世纪之前 他写的历史是这么萱活 这个王室的话 他所能依据的资料是非常少 但是他能够通过文学的这种技巧 把这个王室这个塑造的这么萱活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利用梦境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中间的使用技巧的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施景谦 当他没有资料的时候 但是又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叙事 他怎样做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和另外一个人私奔 去了什么地方不知道 为什么回来不知道 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描述的话 就两句话就结束了 但是他对这个私奔 实际上他用了好几页的篇幅 他是怎样处理的呢 从地图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三种选择 从西南方向可以进入这个江苏 从东北方向来只有八里路 就可以到达这个谭城的县城 然后从西北方向来 也只有八里路就可以到码头镇 然后他就接着又说 从各个方面会看到什么 会遇到什么 比如说他说走山路的话 这些就有历史资料了 他虽然并没有讲 王室真正的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山区 就有发生的土匪的情况 还有谭城 由于有谭城限制 所以我们也了解 谭城上他就会遇到路上有检查站 在这个城里边去住客栈的话 就会怎样登记 那么他要生活下去的话 他就必须要找工作 用萌生等等的这一情况 甚至他在夜间如果要外出的话 还需要夜行牌 哇这细节 我们过去历史 你看他写这么小一本书 但是细节是这么多 然后他又说 如果是在码头镇 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也会 他因为码头镇又是水路交通 一个是贸易的地点 等等等等 然后他你看 这样说完了以后 他又说一个 大家都会关心的问题 对于一个私奔的妇女 他会面临怎样的审罚 然后他又顺带 又把亲律里面讲的 通奸会怎么惩罚 他的这个情夫 会受到什么惩罚 会打胆子 会打多少等等 如果他生下了孩子 生下了孩子 要怎么处理 谁来抚养他 这个深深的父亲 会受到什么的惩罚 如果是这个丈夫 把这个妻子 卖给其他人 会受到什么情况 就是把清代的法律 又捋了一遍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 这个实际前 又是说路上 大概他会遇到什么人 会遇到三教九流 会遇到算命的人 会遇到变戏法的人 在客栈里呢 怎样和小贩 会拥挤在一起 但这些啊 都不是王世青生的经历 但是呢 他是根据其他的资料 描述的是王世 很可能遇到的情况 但是最后 这个实际前描述了 所有的这些一切的一切呢 王世啊 这些地方都没有去 也没有继续逃亡 然后挑头回到了原来的家 你看这样 作为一个 我觉得技巧非常之高的 对使用资料 而且在面临资料非常少的情况下 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完成一个 这个完整的叙事 其实他动了很多的脑筋 而且现在看来 为什么王世青是这么好看 我们甚至半个世纪以后 都愿意读 都是因为他除了 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而且我们很少知道的一个事件 但是他的这种写作的技巧 可能也是我们关注的原因之一 是 好呀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 对吧 借着这个石景谦的这部作品 谈了关于微观历史的写作 以及对于17世纪 这个清代早期 像中国山东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生态 以及我觉得王世之死 这本书的主题毋庸置疑 对吧 他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底层女性的困境 他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 值得被更多的人重新给看到 所以像这次这本书的再版 也非常推荐我们的听众 如果你完全没有读过石景谦的作品 不妨趁着这个机会 从这一部书入手 当然石景谦的其他的很多书 我们这一集里面也聊到了 他是非常易读的一位历史学者 一位作家 好 那还是非常感谢王迪老师 也特别感谢袁禅根老师 今天在忽左忽右里面 两位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非常高兴 感谢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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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